为什么鬼谷子这本书被禁了上千年 因为你只要细品其中每一句话 都会让你有一种脊背发凉的感觉 鬼谷子有一个弟子叫苏秦 他原本只是一个穷学生 而当他通宵达旦 废且忘食的去误化这本书之后 他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名说客 成功的说服了六国的诸侯 你要知道当时那六个国家都是敌对的状态 让他们合并起来去对抗强大的秦国 导致秦国在十几年之内都不敢出这个函谷关 换到现在你想 如果你身为一个普通同学 突然一下能够集结十几个国家的力量 有能力去对抗强大的美国 让美国十几年都畏畏缩缩的 你说这个事是不是很神奇 我最近在读他的反应篇 读完以后我真的是满身的冷汗 因为他把人分成两类 一类是牧羊之人 就是去操控他人的人 另外一类就是羊 就是一辈子被人操控而不自知的人 大家知道不管是社会上生活上 往往是牧羊之人 才最有可能去获取大部分的资源 而那只羊 不管他怎么努力 最后也是做了牧羊之人的嫁装 或者是垫脚石 这本书中有详细的阐述 那些牧羊之人 他们是怎么样驾驭人 痊愈人于无影无形之中 当然我不是教你怎么样去驾驭别人 而是在别人试图驾驭你 或者已经驾驭你的情况下 你要及时的察觉 并且做出反击